明成真元年 西元1628年 九月的某一天 少小离家的郑芝龙 从台湾回来了 他率部众三万多人 船只千雨扫 郑芝龙回来的时候 正逢大灾之年 福建连续三年遭遇大旱 鸡鸣无数 这事让福建巡抚雄文灿 一筹莫展 刚从台湾归来的郑芝龙 给出了一个办法 照鸡鸣赴台看荒 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质疑 当时的福建省 饥荒的情况那么严重 然后呢 它哪里来的那么多牛 数量无从考证 但福建当时确实发生灾坊 在这种情况下 郑芝龙把福建沿海的鸡鸣 移送到台湾开放 是完全可能的 虽然呢 不一定是每个人 给这个银三两 还是三个人给牛一头 但是呢这些基本的开垦所需要的经费 由郑芝龙等等来提供 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他的这个经济势力是非常的潜大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来组织 那么呢 郑芝龙跟宣文畅在重生年间的这一次移民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来组织的 这种有激发的移民 这座城名叫热兰遮城 是荷兰人统治台湾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 热兰遮城大概残存的最大的一块 就是这道墙 那当时他们荷兰人在这边 主要跟西边的福建大明帝国做贸易 那时来自中国的生丝和瓷器 是在欧洲市场上 能够赚到巨额利润的超级商品 荷兰人在台湾这38年中 有1450万件以上的瓷器 就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台湾分公司的这个倉库里面 运销到全世界去 不过贸易的主动权 并不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 做生意你要取得商品 或是卖出商品 都要有当地的人帮你做中介 那郑治家族其实是他们 所有的中介里面的最大的 这个中介商 荷兰人的生意 时时要看他们往日的小翻译 郑之龙的脸色了 那如果说郑治家族不甩他们 他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没了 郑之龙的海商集团 雄聚安平称霸台海 隔海相对 郑和双方都要掌控 台湾海峡的贸易主导权 荷兰人的目标就是 以台湾为基地 直接到东南海经营贸 政治都不允许 你要留这个货物 我来说的 那就可以操作价格 第二个 日本与安平的贸易 绝对不允许荷兰人差数 那么也就是说 荷兰人它只能在台湾 其他对日贸易 对这个大陆的贸易都在政治中手中 所以荷兰人很恼火 一代的荷兰人的总督 对这个就非常恼火 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 决定以海上掠结的方式 逼迫明朝答应其自由贸易的要求 荷兰海军派出几十艘最新式的炮舰 联合中国海盗游乡 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 开始对福建沿海展开攻击 明军被迫应战 重振六年 西元1633年 金门廖楼湾海战爆发 明朝水师出动了数万之众 以郑之龙为前锋 面对荷兰巨舰的强大炮火 曾经的海贼王郑之龙 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打法 挤小船攻大船贴近放火 当然这种玩法的先决条件 是要有一批赶死队 而江湖大佬郑之龙 早用他的江湖意气 还最高赏格 把士气调整到 忘乎生死抗护状态 这一场战斗 郑之龙是获得的大胜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 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 所以郑之龙从此 在整个西洋人当中 一战成名了 从此他成为 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 海峡按正之龙的规则建立了秩序 荷兰人也只能遵守这个秩序了 其实这并非坏事 福建海商可以稳定地 将荷兰人需要的货品送往台湾 再由荷兰的船队输往欧洲 台湾也就从这时期开始 逐渐成为东西方转口贸易的枢纽 从这张热兰遮城全景图 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 停泊在大远港的景象 海上平静了 通往台湾的船只和移民 也日渐多了起来 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 留下了诸多这方面的记录 荷兰人乐于见到汉人劳力的到来 台湾当时的嘉南匹院 适合种植稻米和糖 所以他要将台湾发展农业 作为他在东方的粮食基地 为了这个缘故 他大概1635年前后 开始鼓励汉人来台湾根肯 那脱肯速度也很快 就是发展糖业和稻米 这幅赤坎地区农地与道路图 显示赤坎 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 开肯出了大片农田 这表明善于耕作的汉人 已经大批地进入了台南地区 西元1642年 荷兰人北上攻陷基隆 结束了西班牙在北台湾 16年的统治 西班牙人传教化名的天主堂 被改建为荷兰的安东尼堡 台湾人称之为淡水红毛城 荷兰的势力延伸到北部 进入其统治台湾的全盛时期 但盛极而衰 他叫郭怀一 郭怀一是汉族移民的首领 有材料说他是原来郑志龙的部下 那个后来郑志龙头衔明朝了 他留下来等等 郭怀一留在台湾 居住在赤坎一带从事开肯 他是组织大陆移民 到台湾肯拓的重要人物 前往台湾开肯的大陆百姓 日益增多 因此荷兰人征收的人头税 也越来越狠 你想想看 12年间 税收可以增加15.15倍 那汉人增加不到一倍 那税是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他征税的方法非常粗暴 他的士兵非常歧视汉人 所以最后这个汉人是忍无可忍 1652年9月7日 忍无可忍的汉人 由郭怀一领导发动起义 他们攻占了赤坎 并准备夜袭热兰遮成 把荷兰人赶出台湾 但起义迅速被镇压了 郭怀一重弹阵亡 荷兰人大开杀戒 汉人死亡人说是三四千人 那当时在台湾的汉人 荷兰人的估算是 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也就是五个汉人就一个人被杀害 那这个是血流成的 非常非常的残酷 我怀疑起义是荷兰统治堂 38年的一个分析力 起义被镇压了 但是荷兰人在他们的统治 也进入了默契 要用欲坠 那从此以后 荷兰人也不断传言 郑城公要来攻打台湾 弄得他非常心神不灵 1661年9年以后 那这个噩梦对荷兰人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